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大漲 已經好久 好一陣子沒有看到這種大漲 那到底後面這個盤要怎麼走 大家慢慢來跟大家說 我們先來看 今天的盤指數是開高之後震盪走高 目前大漲200多點 大漲200多點 那重點來了 菅義跟紅幫上來對不對 問題是這裡到底是多頭還是空頭 從2月份到現在為止 這是第4個月 盤在這裡 到底這裡是多頭還是空頭 各位我們來仔細看 很頭痛 最近這種盤 我覺得今年的盤比去年難做 去年都還有一個趨勢 但今年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 從去年10月份以來 整個台北股市 這個多頭就一直延續到這裡 對不對 那你今天看我的節目 從去年10月份 我就跟大家講過 這地方會漲 對不對 那中間這過程裡面 有讓你看到什麼震盪拉回 或震盪拉回 可是我都跟你講這裡是多頭 對吧 那各位如果你有常看我們節目的 可是來到4月18號這天的時候 我開始跟大家講說 這盤你要稍微居高四位 對不對 4月18號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對吧 那當台北股市壓回了這一段的過程裡面 4月26號我跟大家講 這地方開始會有機會反彈 有沒有 26號在這裡 那結果都彈上去 我們都不是說等它發生了 然後我再來跟你講 我們之前在Line Edge裡面 我們都是一大早的時候 我們就跟大家講說 後面的盤會怎麼去走 那當整個台北股市一漲上來的時候 台上來的時候我就跟他講 接下來那個小股票會一堆跌停板 對吧 你應該還記憶蠻深的 因為上個禮拜 一堆股票跌停板 好那各位 那走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到底是多是空 我跟他講 這段期間裡面 你也沒有聽到 我跟你講這裡是大多頭 但是你也沒有聽到 我跟你講說這裡開始一路要走空 這裡是空頭 其實老實講盤是走到這裡 就像我今天測標寫的 你整個多空全部都走不出來 因為台股就在這邊跟你盤 對不對 而且從2月份到現在為止 他跟你盤了 到現在為止將近第4個月 我預計還是會盤下去 那當然台股來到這一段的時候 為什麼他壓力會比較重一點 這就是我在4月21號 我跟大家講過的趨勢圖 我說你是不是真的走空 你要看能不能破這條線 對不對 在你還沒有破這條線的時候 可是這個月線破季線的那種狀況 要是我跟他講5月中 4月21號跟你講5月中 不用說等到發生了 我再來跟你講 所以當整個月線破季線的 這個壓力一出現 當然台北股市 它就開始出現比較大的震盪 結果今天台北股市漲上來 那重點是還會不會再漲 還會不會再漲 能不能扭轉趨勢 多空走不出來 到底能不能走得出來 好我們來看 這個盤它為什麼會漲 今天為什麼一根紅棒起來 我們注意看 昨天美股是有漲了 但是如果以美股的表現裡面來看 稻窮大致上就是維持在季線的支撐 然後之前費半 本來是面臨到半年線支撐 那昨天要談起來 可是談起來也是走區間 那唯一比較強一點點 是高科技股 高科技股都是在拉全值股 所以讓你看到比較強一點 可是到目前為止 美股它上都是維持在一個區間 那你說美股它為什麼會漲 昨天我有跟各位講過 你現在如果說要從國際金融 用這一塊來看 目前看不到什麼大廠的跡象 因為最近我們看到美國去公佈的一些 經濟數據來看 比方說昨天 紐約儲備銀行它公佈一個 紐約州的製造業的景氣指數 製造業的指數 結果是重視錯 所以你會看到經濟一下好一下不好 你說經濟很好嗎 也沒有對不對 那能夠造成美股有出現反彈的原因是什麼 昨天有跟他說 現在美國面臨到什麼 債務上限問題 那葉倫就說 6月1號如果說你這地方你沒有通過 就沒錢了 政府要關門對不對 那今天晚上的時候 應該說今天不是晚上 今天是正好台北時間晚上 拜登要跟參眾議院進行第二次的協商 那市場上就認為說你這一定過 因為這是政治事件 是不是 那是不是一定過 我是認為 搞不好是到最後那個時間點才過 所以市場都認為說這一定過 所以造成美股去出現反彈 但是我倒是覺得這不是台北股市 今天真正大漲的原因 為什麼 因為昨天美國股市也沒有出現大漲 但是為什麼台北股市 今天能夠讓你看到 哇一路走高一路走高 原因在哪裡 各位 這東西我昨天有講過 來仔細看 明年期貨結算 對不對 之前外資的期貨倉位 創今年新高 18000多口 CBI公佈之前的時候 外資的期貨倉位 它大減 只有6000多口 昨天我跟各位講 我說外資的期貨倉位 它並沒有再繼續減 還好 如果繼續再減的話 照理說這兩天的期貨結算 應該就是空方壓力 那昨天外資期貨 我昨天在節目裡面講的時候 我就說 外資的期貨倉位 只有6685口 只增加了498口 是沒有創前面低點 對不對 可是你看我昨天節目 我有跟大家講 我說 期貨倉位是不多 但是它選擇權的倉位 高達23000多口 創一年以來的新高 所以我昨天就跟他講 你這23000多口的倉位 你要怎麼樣才能夠賺得到錢 明天結算 你要怎麼賺得到錢 很簡單啊 就拉一下嘛 全值股動一下嘛 選擇那個期貨的倉位 再稍微多買一點嘛 指數就上去嘛 是不是 所以你注意看嘛 今天為什麼大漲 因為外資昨天的期貨倉位 一下增加5200多口 所以現在又再回到萬口 是吧 那外資為什麼昨天增加這5000多口 原因到底在哪裡 昨天收盤的時候 美股還沒漲啊 很簡單啊 就是因為 選擇權的倉位它創多單 選擇權的多單的口數 創一年來的新高 所以它就是要把指數拉起來 好 那重點來了 今天台北股市呢 指數呢 當它一拉起來之後 這就代表了什麼 選擇權那個部位啊 就是說它2萬多口的多單 它全部都是賺錢 它全部都是賺錢 那明天期貨結算嘛 對不對 那我可以跟大家預告了 今天應該是有提早結算的動作出現 今天有提早結算的動作出現 所以呢 明天的期貨結算 當然還會稍微有點多空交戰 但是呢 那個空方的壓力它明天會出來 然後呢 空方的壓力它一出來之後呢 就像我上個禮拜我跟大家講的 這個禮拜的結算 我說嘛 你多方要拉什麼東西 我跟他講 這多方一定是拉全值股啊 是不是 所以你注意看嘛 全值股有沒有動 你看台灣50就知道了 全值股有沒有動 對不對 那我上禮拜我也跟他講啊 如果是空方的話 他會壓什麼 去把那個全值股壓下來 可是問題是你要花很多錢啊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所以上禮拜我跟他講啊 結算那天空方的壓力 他會去灌小型股 他只要去灌小型股 造成市場的恐慌 就能夠達到他的目的 所以呢你會發現到啊 台北股市今天雖然是拉起來大漲 可是我還是跟他講 目前多空都還沒有完全走出來 那今天會拉是因為 期貨結算的關係 那期貨結算為什麼會去拉 就像我剛剛說嘛 我昨天就跟他講 那個選擇權多單啊 他創一年的新高啊 那只要稍微動一下 選擇權全部都賺錢 所以呢 今天這個牌呢 你會發現到喔 我是認為啦 這個結算 已經提早發生了啦 啊明天就要注意什麼 小型股 他會有空方壓力 那沒關係 你再慢慢看 到底對還是不對啦 可是呢 我必須要跟各位講喔 當這個盤一漲起來的時候呢 我跟你講喔 這種盤到這個時間點 我跟你講空方也淘不到什麼便宜啊 那更不用講你是一路 一路喊空一路喊空 那都淘不到便宜 但是你說都方有淘到便宜嗎 也未必吧 那當然九成所有的老師裡面啊 每天講法都一樣 我就說嘛 這個市場九成老師都一樣 反正漲什麼他們都有 但是呢到現在為止 你從來沒有看過 一個人拿那個低檔的摳訊給你看過 那每天漲的股票都不一樣 所以呢 這個盤喔 明天要注意什麼東西 就像我昨天跟他講的 高階股他會走補跌 當然低階的個股他有撐盤 就是跟一些全值股有關嘛 對不對 上禮拜我跟妳預告了嘛 所以妳就看台灣50就知道了 這個盤就是撐全值股啊 因為跟期貨結算有關啊 但問題是我剛講過了喔 明天的空方他會去灌小型股 所以呢 你要留意喔 高階的個股還是會走補跌喔 原因在哪裡 我們來仔細看喔 昨天的盤是你會發現到嗎 你看 連這種細力啊 好的股票都給你打到跌領板 可是打到跌領板之後呢 你會發現那個融資創新高 沒有一張討到便宜 因為到今天也沒大漲啊 沒有一張討到便宜 全部都套喔 然後呢 昨天3105的穩帽 也是打到跌領板 對不對 好那今天稍微有反彈嘛 融資也創新高 你說大賺嗎 也沒有嘛 然後你看那個8086的洪捷科 我們都跌啊 洪捷科也跟著跌啊 合理啊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哇 這裡稍微一談起來 那個流暢一見 你說要大漲嗎 看不到 所以呢 接下來這種區間盤的股票 要留意喔 會不會走補跌 因為這數比較屬於高位階嘛 對不對 你看好像昨天跌的股票 今天也談不太上去啊 盤都大漲啊 你說這裡要開始走多頭 那到底說這種跌深的股票 應該開始往上攻啊 都沒有看到 真的都沒有看到啊 所以我昨天有跟他講啊 高階股的補跌 你要特別留意喔 舉個例子來講喔 我現在先講一下全值的股票 也稍微有全值的啦 比較大一點的 高價一點的 比方說雙紅 這區間還是不能破喔 還是在走盤均嘛 對不對 比方說利基 你今天也沒漲啊 監大漲 沒漲啊 如果說明天稍微有壓力的話 你要小心 拍一根下來 上面套牢的籌碼 就會越來越多 OK 艾普也是一樣啊 比方說國際 也是一樣嘛 對不對 漲上來大家都有嘛 跌下來都不見了 一彈一天 哇大家又都有 又跌下來又不見了 市場就是這樣子啊 不是嘛 每天漲的都有啊 你到底買多少股票 我是不知道啦 可能你去參加齊老師的 你會比較清楚啦 到底有沒有賺你比較清楚 OK 連大型的個股都是這樣 那小型股咧 你看齁 昨天不是灌這些股票嗎 比較高檔的股票一跌下來 繼續漲嗎 沒有啊 如果再多跌一根呢 上面越套越多 之前大家不都有雷虎嗎 會有雷虎的齁 我跟你講 這邊都不會跟你講 都是漲上來這邊 才跟你說的啦 到今天為止也沒大漲 是不是 這些股票也是一樣嘛 昨天一跌下來都漲不上去啊 你看這些股票 都還繼續穿破斷地點了 你看這種小股本的股票 昨天一根黑棒下來之後呢 也彈不上去啊 所以呢接下來要注意什麼 我們剛剛有說嘛 如果依照空方的走勢來看 因為我禮拜五就跟你講啊 為什麼我會這樣跟你說 如果我是多方 我一定是拉全值股啊 如果我是空方呢 我不要跟你耗 我灌小型股就好了 造成市場恐慌就可以啊 所以我跟大家說啊 明天要注意喔 這些小型股明天一有壓力 就是破景線 這些小型股明天一有壓力 它就是破景線 你會發現喔 今天台北股市大漲喔 這些股票都動不上去喔 有沒有 動不上去嘛 都還在走區間嘛 你看這些股票 昨天融資創新高啊 明天只要稍微有壓力下來的話 上面套牢的籌碼會越來越多 那我慢慢明天拭目以待 好 那既然這個盤是這樣子走 你會說老師那我資金要怎麼去跑 好 各位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喔 之前一個禮拜多前我就跟他講 這個盤是主力出貨 有沒有小型股上禮拜是不是疊一堆 啊一堆老師跟你講啊 你看我小型股大賺 我說過嘛 你主力出貨你都看不懂 你跟人家說你大賺 你沒發現最近那天小型股 講小型股老師都不知道要講什麼 就拿那個每天漲的股票來跟你說啊 哇來解釋為什麼這些股票會大漲 你看這些股票都還在大漲啊 所以你跟著我做 我後面還有一檔能夠大漲的股票 模式都一樣 不信你去看嘛 模式都一樣 都是拿那個當天最強的股票來跟你講嘛 有沒有要不然就跟 多加一句 你看我之前低檔就跟你說了 你看都拿不出扣訊出來 都拿不出扣訊出來 所以他後面就會跟你說我後面還有一檔 好啦這種東西你要聽你去聽啊 之前我跟他講過小型股已經出落 主力出貨嘛 所以呢小型股半年之內是沒有辦法解套 所以你會發現你最近 如果說你認為說疊下來你去低接的 你也解不了套啦 到時候只會越套越多 而且呢今天的期貨 我認為多方已經開始有先結算的動作在 所以明天要提防的是 小型股會不會那個壓力更重 那這裡壓力一出來的話 注意喔 你去攤平的沒有 逃不到任何便宜 OK好那重點來了 那到底這個盤要怎麼做 對現在就重點嘛 好我們來看齁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解這個盤的時候 通常都是為了 我現在要怎麼做 才是最好的方式 是吧 整個盤已經盤了第四個月了 你說這裡是多頭 好像也還好 你說這裡是空頭又跌不下去 所以我說 整個盤從4月18日我們在高點 跟你說這裡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呢這地方到現在為止 我也不敢跟你說這裡是多頭 或這裡是空頭 因為整個多空全部都走不出來 所以市場很多老師就跟 說這裡一定是多或這裡一定是空 或什麼多空雙向 我跟你講那都沒有用 那都沒有用 那都在亂搞 股票買一堆嘛 哪個漲或哪個跌 就拿出來跟你說 你也逃不到平 因為你也沒有那麼多資金嘛 對不對 好那這段期間裡面 我就跟他講一個觀念 我就說 多空你既然都走不出來 那當然是你要事前看得懂這個盤 對吧 那你既然多空都走不出來 那我現在我要怎麼做 我最近都跟各位講保值這兩個字嘛 對不對 講到保值 待會我還是要講航運股 待會我會講 不管你喜不喜歡聽 但是我曾問我自己一個問題 如果這一段期間裡面 我不以保值為主 就是說如果我不去買航運股 那我會去買什麼股 等一下 不外乎就是電子 要不然就是小型股 對不對 可是你去看啊 從整個4月份以來 在這段期間以內 你去買電子類股 討不到便宜啊 因為整個電子類股都是跌的 幾乎全部大部分都是跌的嘛 對不對 你去買電子類股套勞居多 你去買小型股 之前跟大家講過了 後面的小型股 它已經開始在主力出貨了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去買小型股 那當然可能有的是會賺一些 可是呢 有些呢可能是買在高點 可能就開始會有那種套勞的現象嘛 所以你去買小型股 好像也討不到便宜 你現在去選什麼 當你這個盤多空都走不出來的時候 你說做多的大賺你確定嗎 你說做空的有大賺你確定嗎 搞到現在為止啊 你整個多空啊 多的去套一堆 電子上講的你都沒有 私底下停損的是一堆 那當然啊空的是不是真的有賺 我是不清楚 那要看你空的對不對嘛 因為都沒有人拿coaching給你看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啊 既然這樣 我們要保護一下會員嘛 那我先以保值為主 好不好 那什麼保值為主 你現在就去看嘛 這個盤什麼樣的個股 買進去之後 最起碼後面如果說 以高配息的角度裡面來看 你錢還是拿得回來啊 你錢不會損失嘛 好那各位我們就來看了 最近這個禮拜你有沒有發現到 航運內股就是維持在一個區間嘛 對不對 陽明也是一樣嘛 維持在一個區間嘛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 比方說昨天陽明的時候呢 他股價有來到一個低檔 59塊2 當天的融資減了1820張 來到波段的低點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當他融資一減完之後呢 股價開始浪 那我問你啊 你賣掉的誰買進去 你有沒有想過你賣掉的 你看不好你把它賣掉 到底誰買進去 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跌啊 就是橫在這裡嘛 是不是 當然你會想啊 橫在這裡不一定會漲啊 好OK我們來看喔 為什麼 為什麼這一段期間裡面 它橫在這裡 之前我有跟各位講過喔 到底BDI指數能不能動 要去看上海運價指數嗎 對不對 可是上海運價指數呢 這一兩個禮拜 就給你橫在這裡 他也沒有動 所以呢當他還沒有動之前呢 這些股票 他就是先走一個擴底模式嘛 有沒有 這些股票他就先走一個擴底模式嘛 但是這個擴底模式 你我昨天有跟各位講過喔 他現在走擴底喔 那接下來你注意一下喔 今天禮拜二嘛 月限成本在這嘛 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 之後最慢下個禮拜 他整個月限成本就下了 好他整個月限成本就下了 你再仔細看嘛 禮拜二嘛 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之後 他整個月限成本就下了 當他月限成本下來之後 他只要稍微移動 前高在616嘛 那如果說他只要稍微移動 站上616 他就站上月限喔 好他就站上月限喔 當他站上月限之後 代表著說這個底部的形態 他已經完成了嘛 是不是 好當他站上月限有沒有機會再往上高 各位我們來仔細看喔 三海運價指數 因為這兩個禮拜都沒有動 所以我說 航運類股他就給你走打底啊 那我是預計啦 這種打底形態的股票 在這個低檔的時候 如果你是配合他的高配息 我說這裡你去買股票 你不會吃虧到哪裡去啊 你不會吃虧到哪裡去 當然你今天不是要賺的 除了你今天不是說只賺股息啊 有沒有機會再賺價差的問題嘛 那跟我說啦 下個禮拜要留意啊 這些股票 他是有機會去站上月限啊 一突破前高 這月限一出來站上去之後 這個短多就會走出來 為什麼說他短多走出來 那回頭還是要回到這裡來看 因為三海運價指數 這兩個禮拜沒有動嘛 但是他還是形容黃金交叉 當他黃金交叉的時候 有時候稍微會震盪一下 後面才會動嘛 那到底會不會動 因為我之前有跟大家講 上海運價指數前一個先行指標 他有一個商品 那這商品我是沒有拿出來跟大家講 因為有些老師自己也搞不清楚 反正就跟著喊 看節目就跟著喊 所以我不想拿出來 那這個商品 就我最近來看 從上禮拜開始 他就開始一路漲一路漲一路漲 如果今天禮拜二嘛 後面這幾天再漲的話 他就已經快創一個月以來的新高 那當然這個地方確定 後面這幾天也有再動起來 創一個月的新高的話 那不用講了 上海運價指數 我預計下個禮拜 他應該就是讓你看到 很明顯的上漲 當然也很明顯的上漲起來之後 那不用講了 BDI指數一定往上攻 那如果說配合到航運類股 在這個時間點 他再走擴底 然後呢月限成本 是下個禮拜降下來來看 那下個禮拜應該是 開始短多就會走出來 與其你去買那個什麼 小型股 然後呢幫主力出貨買在高點 搞到現在為止 搞不好半年都沒辦法解套 或你去買一些那個什麼 電子類股 有些都已經跌下來 我就說嘛 如果看得懂的話 這些股票照理說 那些股票不要碰 會比較穩定 所以我還是建議各位 這盤到這個時間點 多空沒有走出來 那當然今天漲起來 很多老師跟你講 我股票大漲 我什麼股票大漲 每天股票都不一樣 你到底是要買多少 一下又多空雙向 這個也賺那個也賺 你參加會員有沒有賺 你自己想一下 這你比較清楚 所以我還是建議各位 保值為主 保值為主 股息值率高的股票 在這個地方的低檔 要把握住我 如果說錯失這個低檔 我預計下個禮拜就沒有了 OK 好啦 講很多了 講很久了 我們休息一下 運達投顧蕭老師 富貴穩中球 50%服務到年底 50%服務到年底 民衡有限 俄滿皆知 書博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今天指數大漲 我們有跟大家分析過 這個盤是因為外資的選擇權多單創新高 所以呢 他一定要拉 那今天一拉起來的時候 我認為多方應該差不多出現結算的動作在了 那明天要注意 空方應該會灌小心股 那到底對不對 明天就知道了 那我建議各位 多空沒有走出來之前 整個盤式還是操作以保值為主 那保值的概念個股呢 剛剛我們也分析過了 如果說你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好不好 祝大家操作順利 明天見 拜拜 明天見